一整碗红通通面条都裹上一层辣油 这间藏身在台北市新医区巷弄内的小店 主打麻辣干面 吃完这一碗辣度超级辣的干面 还能得到500元奖金 不过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挑战 墙上大大告示写下超级辣 只适合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 还强调医院就在附近 吃到不舒服也不准叫救护车 预防针打好打满 虽然是吸引上千滔客 前来挑战 这卡路雷尼一般是刚刚女生的那個 2013年开始到现在2023年 就是差不多一百多个人了 用辣度超过160万斯克维尔辣度指标的 鬼神辣椒作为主要调味 吃完这碗面还能登上《荣誉榜》 只不过每个人都满脸通红 浑身是汗 面的话非常有嚼劲 然后肉燥很香 然后又带一些甜味 想要挑战 cheva清早级辣 额 应该是不会 已经不是人的食物了 记者本人实测 只吃一口就举白旗投降 但以超級辣著名的餐廳 还有这一家 加入蜜汁辣油大火快炒 再撒上鬼神辣椒粉 和结辣的起司粉装盘 位于中山区的意大利面店 菜单有一半以上都是辣味餐点 也同样推出辣挑战 这盘号称全台最辣的意大利面 在菜单上推出三年以来 至今只有一个人 挑战成功 大概吃大概十分钟 就是头发全湿了 衣服也湿了 就一直喝牛奶 然后到最后也是 先把那一罐牛奶喝半瓶 一次喝半瓶之后 就直接用扫了一次把它扫进去 老板强调欢迎来尝鲜 不过不建议舍命挑战 无辣不欢的韬客们 最好还是量力而威 金顺曹卫张信志谈报道 打印尽 不过不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